17项的物资包括大米 麦片 食用油 玉米粉等等 一一装进箱子里 最后也不忘附上 西班牙语的禁思语卡片 禁思语来改变他们的思想 改变思想也许将来 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因为疫情多名尼加实施管制令 年长者也减少外出 但年过70的慈祭人 依旧坚持要亲自出门采买 他们还是很需要 我们就尽量还是保 保护我们自己 但是还是要帮助他们 70箱的食物是要送到垃圾山 关怀贫困的家庭 除了肺炎疫情 5月初垃圾山发生大火 更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当地天主教教会的协助下 找到了最需要帮助的家庭 分成两个地点进行发放 每个场地都做好防疫措施 彼此相聚一公尺以上 各个欢喜领到这份物资 此外一收到来自海外寄来的医疗用品 立刻转送到六家医疗院所 尤其正值母亲节假期 当地台商也送来兰花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送了一些医疗的物质 但是我弟弟也认为说 这个心灵上面也是给他们一点慰藉 多明尼加志工人数不多 但关怀的脚步不松懈 要一同为防疫尽心尽力 带来新闻知识美志工 多明尼加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